大家好 期中考后要如何给学生成绩单呢 那现在要避免各自外泄 我们都不要在群组中公开学生的成绩 那要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法 把成绩寄信给学生 这里要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外挂程式 也就是Google的试算表中 大家按一下这边的话 有一个扩充功能 其实是外挂程式 那你往下按的话 会有一个取得外挂程式 那我们记得要点选的是autocrat autocrat autocrat 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 在这里的话就请您搜寻autocrat 那这样子找到之后就按安装 就会像我一样 好这个哦 那就会出现以安装的字样 那我们安装完了之后再重新整理之后 就会出现在下方 所以您只要把autocrat打开来 好open 或者是launch 它这里的话在右下角会出现一个new job 所以大家只要打开一个new job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要先为我们的这个工作来取个名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取得是比如说2023-04-02 test3 好 然后再来的话是 你要记得你的成绩单要结合到一个寄发给学生的档案 比如说一个dug档或者是一个google简报 好举个例子我希望发给学生的成绩单就像这样子 好给学生的段考成绩单 感谢花莲高中的杨诚勋老师给我们的一个大概的格式 我有修改 那最重要是希望能够学生收到自己的姓名 还有自己听讲的成绩 好 所以基本上只有这个地方会套用会改变哦 好 那我们就采用这个模板 就大家选use 你的试算表要联动到哪一个成绩单的说明 寄给学生 再来我们往下的话你看 试算表要先找到工作表1在我的下面 然后再来他会寻找哦 这里你看有姓名 还有我们的段考的成绩 你要几栏都可以 比如说国文英文数学就是要对应出来 这里的话在我们的dug中的这一个 跟他在试算表找到的两个要对应 好 那再来的话是学生会收到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是什么名字 所以我们可能取的是姓名 听讲成绩单 那寄给学生的话希望它是PDF档 然后我们一次寄很多 因为PDF档不会被更改 比较正式 那再来的话是啊 你寄发的话你自己要备份 请问这个档案会存在哪里 所以你就自己存在你的一个云端硬碟的资料夹中 我们一般的话都会取自己的喜欢的名字 我自己都会取一个名字是autocrat backup 这个备份档 那之后的话我就可以把它删掉 用不到的话 好找到了 那我们再往下哦 下面的话就是直接跳过去 你只要到了最后 第八 share.com and send email 你要分享你的档案而且要记email 一定要记得要share 分享你的档案才能够记给学生这个档案 然后呢分享的时候要记得要PDF 要不要让你的协作者来再次的分享 再再次的用 比如说好几个老师都可以用这个档案 随便都可以 看你要不要跟其他人一起合作 最重要是这里 我们派发的时候都是no reply address 希望不要有那个 就是自动派发的一个email 你不用回信 对你看 试算表只要有姓名跟其中考成绩就可以了 下面最重要是记得 你要记给谁 就是要绑定email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注册组会给我们学生的email 好那我这里是测试都是记给我自己 那一般的话都是学生的一个学号 学校的信箱 那再来的话是你的标题要怎么办呢 所以这里的话又再一次 你只要用这个双箭头引号的话 都可以自动套用到这个学生的姓名 听讲成绩 那下面的话是你的信件 等候你要说什么呢 你就可以自己说再加油 祝下次会更好 这样子 好那这样好了之后我们看一下下面 下面的话第九个的话是说 你要不要透过表单来回应 就是学生前表单在这跟这个试算表联斗 目前的话不用 如果说你在读卡中跑出的一个失算表成绩 就直接加这个外挂就好了 那也不用说什么时间才记发 这time trigger就是设定某个时间 那我们这里的话只要设定no no就好了哦 因为等一下你在首页的一个job 扩充的这个job 第一页就一个run 你按下去就开始记出去了 好我们按储存哦 那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练 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很熟练 我大概做十次都背起来他的那个设定 那你看这里 这一个很像播放键这里 你就按一个这个键 他就开始running job了 那这样子怎么样知道你有没有成功 一般来说你先寄给自己 你可以一个学生名字是自己 这样就知道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有成功的话 就是在这里 你看收到金城武的金城武就会收到他的成绩单 然后毕书晋彭于晏就会收到自己的成绩单 所以就代表说来我们看一下吴奇隆 我小时候的偶像 你看你还说某某某同学好 这里的话我都是用三角形姓名 就可以把他知道是自己的 学生们不知道就觉得老师好厉害 你看党名是吴奇隆听讲成绩单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吴奇隆的成绩是94分 非常厉害哦 不愧是国际巨星 所以AutoCraft非常的好用 推荐给大家 那本校的知科老师看了这个说明 也是觉得好好用 马上就全部的知科老师就这样子寄发成绩单 避免造成个资外泄 推荐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